要学会忏悔 因为忏悔之后是增长善根 听得懂了吗 你只有把你的恶忏悔掉 你的善根才会成长 也就是说你的白春山必须洗干净 你这件白春山才能穿 你说一件白春山里面有个木枝 你说说看你怎么穿得出去啦 佛陀曾经说过 于我法中若知有罪而忏悔者 增长善根 佛陀讲的 你们跟着佛陀学佛当中 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有罪了 你马上忏悔的人 这个人有善根 善根多重要啊 善根可以化解灾难 一善结百灾 所以学会忍辱的话 不会遭致灾祸和忧愁 所以忍耐是一个宝贝 你今天能够忍耐 你家和万事兴 你今天因为别人 他跟你不好盯住你了 你学会忍耐 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你在单位里忍耐 时间长了 你一定是领导 做领导的人 一定首先是个会忍耐的人 他要解决问题 他必须要学会忍耐 动不动就跳的人 他能做领导吗 所以忍之未保 忠始或安 就是说你如果拿到了一个宝贝 是忍耐的话 你从始至终 终始获得安宁 那么还有八个字要告诉大家 虽有大福 有的人虽然有大福报 虽有大福 福不如人啊 你们记住了 这个人虽然有福气啊 但是忍不住福气就没了 听懂了吗 如果你忍耐的人福就来了 你说你有福气 讨一个好老婆 天天在家里帮你做啊弄啊 对你好得不得了 你福气有吧 你老婆你不能忍耐 你天天骂他 天天有意见 到了最后老婆撂挑子了 不管你了 你福气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啊 你如果一直能够忍耐 你老婆就是一辈子照顾你 所以有福不如忍耐 因为不能忍耐的人就很苦 他就没福气了 不能忍耐的人很苦了 有苦的人还有福气吗 佛陀说 不毁谤于人 一不观是非 但自观身形 地观正不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你这个人呢 不去毁坏 毁谤别人 不要去诽谤 也不要去毁坏别人的生育 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 你也不去看 是非 但自观 身形 身体的身 行为的行 你只要管住你自己 身体和你的行为 用智慧叫地 真地 地就是智慧的去看 地观 你才能看到你自己行的 正不正 叫地观 正不正 好 学佛人 要懂得 做任何事情 少求一点 不要去多求 欲望少一点 事情做得多一点 态度好一点 有的话 不要去多讲啊 讲出来的话 要仁慈 不要出那种恶语 明白了吗 你看现在很多人 一出来就讽刺人家 一出来就恶言恶语的 一出来就对人家不好的 现在人很敏感 你只要脸看他一下 你只要对他稍微讲几句 就是一句 没有伤害他的话 他都会往他自己身上套 所以现在看电影 都是的 本片 纯属虚构 过去我每次开完法会 有很多人跑过 卢太达 我真敢爱你呢 你这么多人 你就是在讲我呀 我知道你就是讲我 其实我讲的人多呢 所以睡眠不能太多 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老年人六个小时 中年人 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差不多了 所以太多的人 会昏昏沉沉的 爬起来路都不会走了 脑子是不是糊涂啊 不知道身处何方啊 所以菩萨告诉你们 不要懒惰 生长行持 不害众生 就是身体要 常常常的行慈悲啊 生长行持 不害众生 不要去害别人 害众生还包括害谁吗 有形众生和无形众生啊 无形众生你害鬼啊 很多人去找一些通灵人啊 吃法呀 鬼很可怜的 噼里啪啦 把鬼打的呢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不是害众生啊 你连鬼你都害啊 你看我们现在对众生 对鬼是什么态度啊 小房子呀 超度他呀 我们是磕磕唧唧的 不管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全部都要 不能害他们 包括那些动物 为别人做事情 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 那么叫纯善 你帮助别人 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到里边 你这个人叫纯善 不要自战毁他 你自己称赞你自己 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别说人家不好了 你可以说你好看 你为什么说人家难看了 自战毁他 那是没道义 生长行持 异常行持 你的意念要经常行慈悲啊 不但你的身体要做善事 你的意念也要做善事啊 所以在末法时期 不要跟恶人经常在一起 这个人很恶 说我把我老公了怎么样 我把我老婆怎么样 这种人你少理他 恶人少跟他接触 你会学坏的 要多清净善知识 知识是什么 就这个人很有文化水平的 但是这个人文化水平 那是善良的 不是愚痴的知识文化水平 所以叫善知识 好 所以佛法 那是与日月同辉 他普救世人的 能让你们心里清净 发起勇猛的 弘法之心啊 给你们讲一个 很多的 很多的现在的话 其实全部都是过去的 一些佛法当中的话 有一句 现在的话叫 垂魔乱舞 这个四个字 出自于什么典故呢 就是说 佛祖释迦摩尼佛 大家如果看过 佛陀传里边 他就有一段 在菩提树下 闽思苦想的时候 魔王波寻 率领他的 众魔 千方百计的 来捣乱 扰乱 佛祖不为所动 魔王只好率领 群魔退去 当时因为佛陀坐在那里 那个魔王波寻啊 带着那些魔啊 在大片上 叫啊 就弄啊 就是要老乱你的心 所以你们有时候 心静不下来 就是有魔性 有人捣乱 我举个简单的一种吧 一个男的 他本来在读书的 一群女孩子 很漂亮走过去 哈哈在笑讲话 你说他的魔性来了吧 你就叫他看 马上不知道 看哪一行了 是不是把你的心 弄乱了啦 没有分量啦 你要坐得住的呀 所以叫坐怀不乱 所以你的觉悟 没有到这个境界 你没有战胜来自你心中的 他欲望 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如果现在来了一个 比尔盖茨 或者什么有钱的人 到这里来了 你们怎么 我就是讲这个比喻啊 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比喻啊 还是有人摸摸头啊 好像他来了一样 你想想个人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外界对你的影响 太大了 所以你看法师 有的法师怎么练金刚不坏之身的 他在山上练 练得来耳朵疯掉 眼睛看不见 什么脑子都不想 到一定的程度了 叫人家把他送到 shopping center里面去 他就在那里打坐 他坐在那里 外面吵得来 走进走出 人家怎么看他 讲他 他都没感觉 他坐在那里 耳朵疯掉 眼睛看不见 那这种才叫真修 他真的有本事 你们现在行吗 所以必须战胜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一句话 我认识你 三生有幸 三生是什么 前生 今生 来生 叫三生有幸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人 很喜欢的时候 你说 哎呀 我见了你 三生有幸 就是 我能够上辈子 肯定也认识你 这辈子肯定也认识你 我下辈子还要认识你 因为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所以三生有幸 那么再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摩 摩 摩啊 那个摩的一个摩字啊 这个摩字是什么呢 过去呢 这个梵文里面 这个摩叫 M A R A 摩啊 摩 摩啊 这个摩啊 听得懂吗 摩啊 就是摩 这个摩呢 在中国的池海里面 没有这个摩字的 过去这个字是没有的 啊 因为过去中国把这个字翻过来 就是一个摩东西 摩豆腐的摩 就是一个广 里面一个灵 下面一个石头的石 摩东西的摩 他听得懂吗 但是这个字 后来慢慢的被改变成 扰乱啊 破坏啊 障碍啊 指一切烦恼了 迷惑了 迷恼了 一些修心的心理行为 有产生的这一个 构成的这个词 他就慢慢的里面变成了 一个会动的东西 而这个动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鬼 听得懂吗 是一个会动的 所以这个人的想不通 他是思维上 进入魔性 会动的 行为上 我觉得想不通 我就是难受 所以就慢慢的变成 魔王了 魔鬼了 魔界了 魔公了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么多的魔 就是说 他会变化 会动 在你心里 造成你各种的伤害 让你难受 让你痛苦 人家说 魔性 你当时 有到很久 的人家 都不算 人家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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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